非常的精彩 非常的棒 真的是很独特 独一无二 我要说神韵实在太棒了 舞蹈真的很专业 歌唱 音乐 我觉得都是相当高的水准 那么我想就是说 从这样的这个表演当中 他又传达了一个 就是他所提倡的 求真求善这样的一个精神 真的非常能够代表 中华文化 传统五千年文化 我觉得神韵可以说 把它展现得淋漓尽致 除了舞蹈 音乐之外 演出还有许多有趣 且寓意深刻的小舞剧 比如说唐三藏到西方取经 他怎么样用他的佛法 能够来降服这个妖魔 降服这个洪海尔 我觉得就是很 让人家看得觉得很精彩 就是说从这样的一个 音乐舞蹈当中 他去传达了一个 一个非常真善忍的一个精神 很棒 神韵舞剧中 也有揭露中共迫害 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 我觉得很可惜 就是说神韵这么好的一个表演 在中国大陆不能够演出 很可惜 也很遗憾中国大陆 还继续的迫害法轮功 让我们感到非常非常的 无法接受 但是另一方面 我也看到在奥地利 这样的一个剧团 那个演出 可以说是大爆满 所有的都是奥地利人 他们用很具体的行动 来展现对于神韵的支持 其实也就是展现 他们对于自由民主的 一个认同跟支持 张晓月希望神韵能早一天 到中国大陆演出 其实在台湾神韵 就有蛮多的表演 我也希望有一天 神韵能够把这样的一个 自由民主 这样的一个精神 能够带到中国大陆 让中国大陆的民众 都有机会来欣赏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 夏云林 君卓 奥地利萨尔斯堡报道